三個星島計在新旺角球場 贏了袁會一比琳之後 再對中型班六三的驅騰 猜不到這場球幾乎全失三分 這球是黃偉德將夏里拉跌 後面由賀爾包圍 不是一個直絕的攻門 所以球證只是一個王太上場 警告星島的中堅是黃偉德 再看慢鏡 他被夏里撬過 所以他減操一擔 他拔掉了 好, 一張和牌警告之後 現在繼續比賽了 驅騰的進攻, 踩到直線 但是…這個珠子光, 流鼠了 下了屎賓師, 屎賓師撩住 看得通通透透透 左腳繞入網, 一比零 驅騰打開紀錄 除了驅騰剛才射入球球場 球場在聯賽中 只有東方和米芝路曾經在聯賽中 射入星島的龍門, 家夫利的龍門 換句話說, 在今國的聯賽中 家夫利只是失守的三次 這個就是最近的那次, 才是失守的 現在黃三的星島 就是落在球之下, 梅麗插動攻勢 給他這一邊, 蔡滿祥 對於遠射有一個漂亮的球 右手邊有出擊的朱絕江 趕入遠射, 何非遠射 扎進去, 鑽進去地球彈高 但是海瑟這個球真的不進去 剩下一個近處, 益塞了鍾浩賢 鍾浩賢剛才移到近處 沒甚麼角度之下, 撐在地上 這球真的很好吃生菜的救球 這球, 入場的觀眾有2300多人 下半場驅騰換了103 前廣東腳, 陳可賢右手邊拿著球 過了是黃偉德 黃偉德又來過一招 結果不可以了 不可以了 上半場已經有一張王牌了 現在賀爾過來跟他講成也不行了 黃偉德累積了兩張王牌 因此紅牌被球證了, 這個球被陳可賢壓過 陳可賢得了, 再推的時候他抱著 一撈著, 陳可賢的腰整個陳可賢並跌 足以被一張王牌累積兩張王牌 紅牌趕出場, 即是升到一球球之後 現在還是十人應戰, 看怎麼樣 梅麗想說他現在推陳的守衛 踢得桑林正下, 優健威, 大腳踢了這個球 球證說他不收腳, 踢完球不收腳 因此被罰 好, 這個球竟然撥橫 曾偉忠撥橫給這個梅麗 寫過世界球, 十人應戰下的星島 竟然直接罰球, 平反敗局 再看看這個球, 射得很漂亮 在角落土折入, 就是一比一 好, 一比一之後 可能剛才雙方球員對罰球 尤其是區騰方面對罰騰有些意見 所以形成後期那場賽事 逐件演變成一場火藥味比較濃厚的賽事 首先見到秦國榮和胡耀國 一個火星撞地球的鏡頭出現 大家老實說都是無心之塞的 大家都是掛著看球 而忘記防範究竟 隔壁左右有哪個敵方的球員殺到過來 盲鏡頭大家不妨看看 為何他們兩個會坎在一起 其實他們根本沒有為意到 見不到他們走的方向 將會互相撞在一起 結果這個情況之下 就是崇國榮火星 地球就爆了眼角 建威 那邊箱就發生不愉快的事件 暗球員圍了一堆 歐建威就和侯耀斌 兩個都幾個 很像黃正的陳志通走出來 勾住他 不要搞了 哇, 自己踩自己的機會踩死 這個梅黎和余國森 兩個拿不到球 余國森後面洗腳的背脊 梅黎回來想打鬥 這場球執法的球證慘了 雖然火肉味濃厚 但是球賽的後半段 最終雙方面的職員和球員 都能夠控制得住這個情緒 星土從驅騰身上只得了一分 目前他們與東風同分 但是由於得色球比較差的關係 星土是排第三的 南華會大勝這個米之道之後 八煎全升 星土方面 前上海腳 秦國榮的狀態依然非常之厲害 黃國一 今年第一次踢正傳 他代替侯耀德踢一個位置 天地和暖的關係 所以黃國常有三千零二十多人看 所以場面看起來很熱鬧 還有紅衣黑褲 左攻右的就是伊波羅 現在看到他中場的指揮官 竟然另一大勝的球叫過來右手 還是葛依亞 葛依亞這場球也是打中場的位置 葛依亞得兩球 終於被他轉身 來一個絲石 剛剛還門尾彈出 這個門尾彈一下 再拿回來再鏟又不行 敏捷一輪之後 終於是先倒輸了角球 這一下星島不輸的球相當夠運 郭依亞這個投尾射這個球很厲害 有一托跟著還門尾彈出 家夫里的新手敏捷 他肯定碰到一點點的球 仍然還門尾彈出來 跟著再有牛熊撈回來中間 有一分 油省到家夫里的身彈壞了 最後侯耀斌了球出去的底線 角球開出無攻而退之下 連到星島進攻了 看看見到秦國榮 好厲害 兩個人之中 過了跟著一招 招了給這個許孫明 一路推到黃國安 黃國安剛剛跌倒了 許孫明的腳下 許孫明一樣讓了給秦國榮 單刀很快就馬上射入第一球球 現在只是打到上半場的九分鐘 秦國榮首先替星島打開紀錄 看看這個球 許孫明一去 譚馬福一咬了球 跌倒下來 下了許… 這個就是秦國榮的腳下 秦國榮不客氣了 接著推順 左腳一咬 把這個球踢到南方 1比0上半場九分鐘 星島首先打開紀錄 看回剛才的球 我們沒辦法不恢復 秦國榮的腳法勢力 看台那裡原來 阿叔你也在這裡 坐在星島的統帥 五中那裡 接著下去也有宛會的 孫敬安等等的統帥 東方的領隊也都在這裡 好了 角球開出 又是吳家夢就站在中間 見過譚馬福上來 一咬這個球 就頂到那個球底 結果沒辦法可以攀平 譚馬福剛回到這段時間 回到自己的崗位 我們看看慢鏡頭怎樣 原來角球開出 短角球再用掃盤撞在中間 這個機會都應該是很黃金的機會 不入也算是自己頂得不美 星島現在拿到的球 又是曾偉忠也踢過那邊 被侯耀斌在邊線拿進來 給黃偉德 黃偉德還有一個紅牌 還未審的 高球送在中間 黃國安頂下來給隊友 吳鑑紅 再給是基力 基力在伊波路的 中場線的作用真的很大 看看這個長線球 他放成如何 放過來這邊 剛剛落下 搶去敏敏腳下 陳子江就回防 結果被他扣過了 機會來了 送進去中間 前柱兩位球員都漏了 後面都適合吳鑑紅 這個球入得非常輕鬆 追成是平手 沒錯 這個球就是伊波路追平手 當然就是要記手工 蔡偉迷的助攻 能夠左腳一勒勒過了這個回防 攔截的陳子江 陳子江 接著再猛順 底線之前把地球出來 先漏的是何耳 繼續漏的是何輝 不過漏之後吳鑑紅 不要浪費了 偷了他入網 這場球 何輝縮後打中間 偷了他入網 這場球 何輝縮後打中間的位置 許書寧和崇國寧打最前的位置 兩個星球球員漏退之下 他就被伊波路追成名手 伊波路的事攻勢了 郭伊亞頂來中間 交來遠處之前的何耳 左腳救出 接著譚瑪福一跳跳 往中間 又被黃偉德 咬腰頂出來 再由黃國安頂他前面 群的頭一旦地移起 就加膚理不修 剛才這個球 郭伊亞也都相當漂亮 再看看 記力在左邊底線 郭伊亞知道沒辦法接著封門 把這個球頂向門前 幸好河耳在這裡 掛著左腳肌門 散了何畢的新大陸網 打到現時為止 槍方打成1比1的名手 黃國欣 打彈到前面 陳志剛踢了 這個郭伊亞的球 在左邊 這個球略門而過 沒有人到 稍有黃三 升球球過來 鞋子碰碰都搞定這個球 難怪陳志剛很勞氣 這個球 這個球根本 郭伊亞的球已經追不到 同時他追入禁區 基本上已經放棄 不追陳志剛 陳志剛最後看一看 中間就沒有了 射 射這個球的角度 也是太窄的關係 所以也會略門而過 假如有其他球員保重 當然情況又不同 看到一齊 教練林津雪和助教 在這個瑞光安指針 不知道在談些甚麼 下半場的賽事 現在伊波路有個罰球 打成平手之下 看看有沒有機會犯出前 看到這個譚阿福 衝上前主又再次一撮 這個情況跟上半場有少許不同 他能夠把球射下來 不過這次沒有角度 上半場摺點角度 那個球有角度 頂著一個球底高出 這個球很正 這個球很強 不過是不打中龍龍鞍 也是無攻二對 還是一臂一平手 好 現在伊波路的譚阿福 上前場再攻 有一隻踩過來這邊的黃國恩 叫上右腳先 右腳踩過來這邊 但不行了 被人頂住之下 看看何輝頂出 在作外道撓過來中間 又是沒有人 這個球很可惜 這個球如果在禁區裡面 有人接應各伊亞全中球 這個伊波路有機會 看看這個球也挺陰毒的 看來地球全部漏了 右肆是輸給陳紫剛的球一樣 中路漏了球 最後無攻而退 家呼你很大腳 大家都知道他開了生球很大腳 兩個鬥女兒 秦國明去了 現在看到陳國輝又去了 現在秦國明又來抓一個球 左腳一扣 扣過來在右腳底線 右邊的地方移出來 讓陳紫剛摺了位 在傻瓜比亞樂記之前 左腳的外側彈出這個球入網 2比1下半場的4分鐘 星島再做領先 這個球星島之贏 也是贏了就是秦國明的 個人腳下功夫 他扣過對手中路的首帳 然後製造一個機會是陳紫剛的 這個球的陳國輝被他整個人騙了 真的以為他全中 誰知道他扣過右腳 再在角度很窄的底線全中 陳紫剛用左腳的食物一尿 進來就救不了了 陳志明 結果就是星島再度為領先 2比1 這個時間下半場 其實這球已經換入了內援 湯神 這個球頂了角度很漂亮 擋出來 湯神一射彈橫未出來 星島真的叫做真的有運 這個球 看看這個球如果是黑人球員 湯神很久只要一個加菇利的手 已經進入了 這個球加菇利一射彈出來 這個就是黑人球員 湯神進入了一場沒久 右腳也能夠射到這個球 還未彈出 相當不夠運 伊波魯說這場球打到現在為止 仍然是一比二落在勾空 這個直線位給湯神 那一場撈過來 波能泰 正常起腳的時候 剛剛打菇利出道 用左腳撈到 然後出來之後 機力又在左邊 再撈到這邊 歐偉倫的坐定 一坐又坐正 來加菇利的環保 加菇利滅收 歐偉倫頂了這個球 都很失望 再看看這個球 彈了過來波能泰 波能泰撿到的了 一散散到加菇利的左腳彈出 好,最後這個就是河耳 還似乎扭到腳 再看看 一拓 球場一鑿 鑿靜交呼利的身 好,最後一拓 打了,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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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偉忠,躺躺為這邊 侯耀斌,好棒 又走了,過了這個角 推順了,看了 沒有人過來,撿了 右腳一撿 這個球,嘩,傻瓜好棒 陳樹明硬硬硬 是趁勁,把這個球 托了出去龍門後面 侯耀斌,射這個球不進 自己相當勞氣了 仍然在星島贏2比1 再看這個球 侯耀斌過了這個角 之後,推順 然後又撐過去 陳樹明踏一步 拱到盡 右手把球托到龍門後面 得保不失 這個時候,看到前面有個李獲家 星島在這個時候 換入了李獲家 好了,星島的統帥 差不多站起來了 表示球賽已經接近尾聲 他們期待另一次聯賽的勝利 第一循環,星島贏1比0 好了,愛媛球員湯臣 看他的情形想起Q射 果然真的起他的左腳勁射 如果看這個表情 又覺得他似乎對自己剛才射完的球 就不太滿意 在左手邊,地球是慢慢出界的 家夫利也不需要落地撲狗 邱和勤,把高球送過去 歐文聯賽也拿到了 給了機力,機力又來一次 試射賀爾,這一下腳多 幸好後面也有一個鋼門,家夫利 再看這場比賽 其實這球的演出 也不是說認真差的 真的踢得挺好的 攻勢都可以說比,是升得更多 這個球,如果不是河以閘一閘的球 去勢就,家夫利會更難於撲救 高球斬過去 這邊的機力就是 立形的左腳 讓球打下來適當的高度 才起腳 可惜亦都是慢了少許 剛剛被程道夫河以趕倒 就關掉那個球 亦都是其中一個 可以追成停手的機會 阿韻倫盡將高球送到湯臣 投錘線花後 這邊還有兩個球員 都是機力 這個球射得應 走一聲,家夫利又好彩 又接得到八 封的位置,角度剛剛好 色英雄共驚 沒錯 家夫利也稱讚他射 這個球射得漂亮 他亦說家夫利救得妙 結果升到2比1擊敗伊波羅 謝謝